哎呀 好了 别哭了 你还不知道大娘 他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你别跟他生气了啊 他老是我没你上进 没有出息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你不是喜欢这些吗 我这有好多 你随便挑一个吧 姐 这都是你的嫁妆 你舍得吗 废话嘛 从小到大 你从我这摸走多少了 嗯 姐姐姐姐 我喜欢这条 嗯 让我看看 我 珠儿 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 这珊瑚珠我不能给你 可是我就是喜欢这条啊 这条颜色不好看 你戴着也不适合 你还是选条其他的吧 你就是小气 就是舍不得把好东西给我 我就要这个 珠儿 吵什么吵 我在外面就知道你们在吵 爹 他欺负我 他说好让我随便挑几件首饰的 我挑好了他又不给我 爹不是这样的 这条珊瑚珠 我看看 真人啊 咱们陆家的一半财产都给你办嫁妆了 还不够啊 这一条珠子又不值什么钱 你就送给妹妹吧 你 珍儿 你这是翅膀硬了 就敢不听我的话了 你这几天 好好待在房里哪也不许去 让奶娘教教你女孩子三从四得的道理 珠儿 咱们走 老爷 我的大小姐 你没事好好的 让老爷生气干嘛 你给二小姐不就完了 奶娘 你不懂的 就算我爹法我不准出门 可城外那几家铺子的生意我不能不管 所以小桓 你继续伴坐我 穿我的衣服读我的书 我呢就先走了 我先走了 温哥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说的该不会是这一条吧 对 就是这一条 爹 你看 陆老爷 咱们可是老相识了 老交情了 我就实言相告 她虽然漂亮 但是确实不太适合姑娘家用啊 为什么 这可不是普通的红珊瑚 这红色呀 全是被社香给染过的 这东西呀 一般是宫里的娘娘 不想生孩子的时候才带的 刘兄 这串珠子我就买下了 我还想顺便打听一下 这京城里除了你们家宝号里 有卖这种红色珠的 是否还有别的宝号也在卖呀 还是否有烦忠的 是否有个小姐宣号啊 是否有些人是为我 谢谢观看